这电脑叫A1989 即使说电脑屏幕不亮 不对 这叫Touchbar不亮 也叫触摸条不亮 这种情况可以维修吗 还是需要更换呢 即使说屏幕坏了 但是这屏幕可以亮啊 怎么就坏了呢 我们进系统看一下 哦原来是这里屏幕上面有背光 这个也是一条小小的屏幕 带触摸的 我们先看一下Touchbar是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先利用排除法 准备一条新的Touchbar 好 此时的话 我们外接一条新的Touchbar上去测试 现在显示触摸都没问题 调亮度 放歌 声音 这条小小的Touchbar 它是集成了触摸跟显示 Touchbar经常坏的情况下 就有黑屏啊 或者闪屏啊 有些是触摸不灵 这些的话都是可以维修的 现在这个的话就是比较简单了 我们直接断电 把这个排线拆开 再把指纹拆开 拿一下指纹 这个指纹的话是加密的 所以这个指纹要保留好 搞点酒精 让它充分的渗透 轻轻一拉 它就显示跟触摸吞丝 慢慢推 让它显示平 那玻璃不要裂 好 整条就已经取下来了 好 整条Touchbar就已经完美取下了 很多人在Touchbar的时候啊 这个就睡成渣渣了 这个就容易扎手 这个方法是比较实用的哦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再把下面这个残胶 残掉 这是胶来的 我们再把新的Touchbar装上去 把这表膜撕掉 Touchbar的触摸 以及显示的排线 从这个孔子里传过去 对好位置 这个Touchbar的话 我们现在就贴好了 再把指纹放上去 把Touchbar的显示扣上 它是通过这个延长排线穿过来的 再清个灰 插电 背光机主说不影响使用 先用这些 我们测一下Touchbar的触摸跟显示 Touchbar的触摸跟显示也正常